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国再度与华为签署了重要合作协议 不少澳媒的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 8月20日 所罗门群岛政府证实 该国已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签署价值近4.5亿元人民币的协议 在所建设161座信号塔 根据所罗门群岛政府当天在官网上发布的新闻稿 该信号塔项目将用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4.5亿优惠贷款新建 利率为1% 贷款期限为20年 所罗门电信将负责项目的在地运营 预计这161座信号塔将为所提供遍及全国的电信覆盖 所政府在新闻稿中评价 该协议是自2019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与中国建立的历史性金融伙伴关系 两国将密切合作以确保项目的成功实施和运作 法新社称这是两国正式建交后所罗门首次获得中方贷款 所政府还表示希望项目能在今年年底前 敲定最终资金协议等未决事项 以便于明年初开始施工 所财政部常务秘书长丹塔纳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透露 所政府在未来三年内推出该项目 并打算在明年11月举行的太平洋运动会之前建完48%的信号塔 以便在首都霍尼亚拉之外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民众远程欣赏赛事 所政府的新闻稿中也提到 政府与一位本地专家和一家新西兰的私人咨询公司签订了合同 对于项目的可行性进行独立审查 两方顾问的建议显示 该项目在财务上可行 并且与该国有限的电信基础设施兼容 美国卫报指出 所全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不到30% 政府已宣布打算大幅提高这一数字 以便全国各地的公共服务机构 学校和诊所都能够接入互联网 消息一出 有一直对中所合作说三道四的 澳大利亚媒体和学者酸了 悉尼先驱晨报在报道里这样酸道 澳大利亚也在所罗门群岛的 三个省建设六个移动通信塔 但161个华为塔将使得 所国各地的澳建的基础设施 相形见错 据ABC报道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发言人对此表示 澳政府称其知晓这项交易 但强调投资决定是 所罗门群岛政府的事情 该发言人还阴阳怪切到 澳大利亚支持透明和公开的 基础设施投资 这些投资因满足真正的需求 带来长期利益 并避免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表示 该国长期以来 基础设施落后 一直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民众对提高移动通信服务水平 有着迫切的需求 中方尊重所罗门群岛政府 同中国企业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本着商业原则商谈有关合作 简单来说就是 这是所罗门群岛政府中 与中方之间的合作 别国没资格指手画脚 澳大利亚媒体这么蹦大 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起来 澳国一直将自己视为 南太平洋地区的扛把子 把这里所有的事情 必须由堪培拉说了算 所罗门群岛的地理位置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又相当重要 因此在澳国一些人的眼里 宁可所罗门不长草 也绝不允许别人来睡觉 但是中国横插一脚后 澳大利亚现在要面临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罗门群岛可能比澳大利亚 要抢先一步用上5G通讯设备 这是一件让堪培拉很没面子的事情 也是堪培拉活该 谁让他把华为给尽了 但这还是小事 如果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的合作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新的经济的增长动力 那么澳大利亚在整个南太平地区的话语权就要被严重削弱 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反思的不是中国 也不是所罗门群岛 而是澳大利亚自己 长期以来 堪培拉政府光顾着享受自己在南太平洋一言九鼎的地位 却忘了帮助地区国家发展经济 偶尔几次地区项目还做得一塌糊涂 所以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转向与中国合作 尽管西方国家不遗余虑地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项目进行造谣抹黑 但是中国做出来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 当西方国家被自己编造的虚假叙事包围在信息检访里的时候 其他国家已经擦亮了眼睛 知道谁才是最佳的合作对象 澳大利亚如果不想自己被边缘化 要做的不是攻击或者排挤中国 而是担负起地区领头羊的职责 拿出真正的成绩与中国竞争 8月25日美国星条旗报称 所罗门群岛政府最近拒绝了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的例行靠岗请求 该艇不得不改道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补给 报道还渲染 这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索罗门群岛支持中国而切断与美国的关系的担忧 报道称 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卡姆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透露 海岸警卫队奥利福亨利号巡逻艇原计划在索罗门群岛的 瓜达尔卡内尔岛例行靠岗补给但索方并没有回应 美国政府的请求据说索罗门群岛政府没有回应 美国政府的外交许可要求因此 奥利福亨利改道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补充燃料和补给 不过卡姆以操作安全为由 没有透露这艘巡逻艇原定的停靠索罗门群岛的具体日期 他表示美国国务院正在与索罗门群岛政府进行接触 预计未来美国船只的所有靠岗许可都可能获得批准 根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新闻稿 奥利福亨利号已于23日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穆尔兹比港 美国海警船靠岗遭距的消息也得到了路透社的证实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名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告诉路透社 奥利福亨利号当时正在南太平洋海域监控非法捕鱼 但后来没能进入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布吉 转而驶往巴布亚新几内亚 路透社还透露 与美国巡航艇一同被所罗门群岛拒绝的 还有英国海军的江河级海上巡逻舰 斯佩号 上月英国国防部宣布从8月底开始 英国的斯佩号和塔玛号巡逻艇 将代表英国在亚洲的永久存在 同时支持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的行动 不过英国海军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英方发表人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道 舰艇靠岗请求经常会受到审查 出现变故时常有的是 出于行动安全的考虑 我们不讨论细节 但期待着晚些时候访问所罗门群岛 路透社和星条旗报在报道相关内容的同时 仍不忘扯上中国进行炒作 两家媒体不愿而同提到了中所安全协议 揣谋说这似乎授权中国军舰在所罗门群岛停靠补给 新条旗报称 在二战结束几十年里 美国的注意力已经从这个岛国转移 并于1993年关闭了在霍尼亚拉的大使馆 尽管如此 美国和澳大利亚官员均担忧中国 可能取代他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长期领导地位 中国对所罗门是以援手 所政府也是难得的清醒之人 对中国极尽维护 在这次拳打澳洲脚踢美国之前 也多次表达对中国的感谢与赞扬 并无据美澳压力给其下马位 为中国出头堪称双向奔赴 很显然美澳的各种炒作 根本不能挑拨中国与合作伙伴的坚定友谊 反而只会让其自己更受反感 毕竟到底谁是值得最信任的 谁是妄想让霸权长存于世的 各国都看得清楚 所以与其在这里抹黑中国 美澳等还不如多做点实际行动 和中国进行公平竞争 总之美澳等应该明白 一昧的霸权主义是绝对不得人心的 不会有哪个国家愿意霸权主义一直存在 世界需要多极化 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一言堂 若是美澳仍然不放弃霸权主义 那么相信所罗门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敢于反对的国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